滚滚长江,东是水,浪花淘尽,英雄,大家好,我是彩虹,欢迎收看彩虹姐说三国沙的新一期视频 好的,那么本期视频的话,彩虹还是给大家带来日常的更新 那么这次的话,彩虹出差回来之后,我们三国沙也是发生了一些比较多的事情 新出了三个武将,我们的戒夏侯渊,戒夏侯渊和戒,这个是沃龙诸葛亮 戒沃龙诸葛亮,出了,出了,还有一个SP的沙漠科,沙漠科也出了 沙漠科在哪边,沙漠科在这边,一个新版的沙漠科 新武将啊,新武将,然后一个我们的这个二元啊,二次元啊,元坛而元上 他技能也是修改了啊,那么这四个武将的话,彩虹会在这个星期或者说下个星期啊 会做一个武将的分析啊,那么具体的文案啊,我也是在写啊 然后写完之后会再一次的这个修改啊,那么大家也是期待啊,这个四个武将的这个武将分析啊 嗯,其他的话就不多说什么了吧是不是啊 好的,那么我们闲话就不多说啊,直接开始看一下我们本期视频的第一把录像 好的,第一把的话我们是一个一号位的大反贼啊 我们是一个2v2的这个欢乐成双啊 好的,那么主持角玩家一号位选择的是张继啊 我可以看一下他这边的话还是有其他可以选择啊 比如说起手的关黑妹啊,是不是啊,张继啊,孙权,里脸都可以选择啊 好的,那么主持角玩家选择的是张继啊 当然他换了一波的话也都可以啊,像猪环啊,张继都可以选择啊 好的,那么主持角玩家选择的是张继啊 好的,张继的话起手没有装备,然后刷了一下,刷了一下,又刷了一下啊 刷到了一张无中生有啊,无中生有,然后再一张无中生有 好,来了一匹简易码之后的话 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对黄元英进行这个掠夺了啊,掠命啊 好的,然后我们从他那里拿了一张这个无中生有,又拿了一张铁手连环啊 那么这个是,这个黄元英说,哎呀,两张锦囊都被我拿了,不好意思 我的手就是这么准,是不是啊 好的,然后这边的话,黄元英去选择兵,呃,墨家的曹人啊 因为毕竟这个风暴的曹人还是在2v2里面啊,作用还是比较大的啊 所以说去兵他啊,也是挺有可原的啊 好的,然后这样子的话,徐树和黄元英都去打曹人了啊 好的,那这样子的话,曹人会给我们啊,吸收不少的火力啊 那为我们的这个进攻和控牌啊,按照顺序来说 应该是先控牌,再进攻,是不是啊 因为我们只有先拿了之后,才能进行啊,一个输出,是不是啊 好的,然后我们这边的话,从这个,呃,这个黄元英那边拿了一口酒 然后并没有杀,然后直接是就过了 然后黄元英啊,也是直接打我们一刀啊,因为毕竟曹人那边 嗯,通过在这个翻面的过牌啊,也是过到了一匹加一码啊 所以说你想打也打不到啊 好的,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先拿牌,然后再吃头 然后挂一个加一码啊,当然不挂加一码也行,是不是啊 那么直接去打徐树啊 这个的话,其实先发动囤军的效果会比较好啊 啊,万一你从这边拿到铃铛刀,或者说拿到一些其他有用的武器呢 直接能那个,是不是啊 嗯,那么当然啊,现在这种就是,比较顺风顺水的这种局势下啊 稍微发现啊,或者说出一点,一丢丢这种小的瑕疵 或者说小的事物,不是很大啊 所以说这一点的话,也没有必要纠结,是不是啊 好的,然后我们这边的话,由于上一轮我们去杀徐树的时候 王元英是出道救过他的啊,所以说这一轮的话,我们先去掠命拿他的牌 然后再选择去打徐树啊,所以说这边的话也没有什么问题 好的,然后我们这边的话,一张顺手欠羊把王元英的手牌顺过来 然后没有杀,就直接过了,是不是啊 那么这样子的话,其实我们二打一的话,已经是稳潮胜圈了 因为毕竟像2v2这种局势下啊,一旦啊,一旦就是说敌方啊,死掉一个人啊 那么剩下的就会比较好打 除非说,王元英啊,能有一天的这个锦囊爆发 否则的话,他想要翻身应该是比较困难的啊 那样子,这样子的话,其实没有必要留两个桃啊 因为对境你和曹仁的状态是比较好的啊 就是说,留一个桃啊,把那个无蟹可击留着会比较好一点 那当然主持人玩家考虑啊,曹仁那边有这个,这个解围啊 所以说他留一张无蟹可击也可以 当然,你如果你的队友不是曹仁啊,或者说其实就是曹仁的话 你的留盘应该也是留一个桃子一张闪,两个无蟹可击会比较好一点 好的,那么也是轻松拿下这一把啊 好的,那这样子的话我们为后面的几局啊,播一个好彩头 那么我们开始看一下我们本期视频的第二把录像 好的,第二把的话我们是一个一号位的大主公啊 主持角玩家会选择谁呢? 那么主持角玩家在下面这一边的话,其实都可以选啊 那么我们主持角玩家选择的是一个下方啊 就是说非主流主公里面的第一个武将啊 就是他的选将官的第一武将啊,选择的是一个孙浩作为他的主公啊 其实孙浩的话,现在的出场率并不是很高了啊 嗯,再加上啊,他这个其实相对来说有一个这个负面的技能那个这个仇海啊 所以说他本身他的人气又不是很高啊 再加上出场率也不是很高,所以说黑他的人也是有的啊 好的,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这边的话作为一个主公的话 其实可以先看一下啊,这个场上的一些降变是不是 那么在这个降变下啊,就是说你说反贼人 有没有啊,盲打啊,想要盲打啊,或者说去盲拘反贼的 肯定是有的,是不是啊 比如说,四号位的这个曹丕啊,我就直接卡他 可以,直接可以把它标作为是反贼 我在以前的视频中都说过啊,曹丕的出现 直接可以把它定义为是反贼,是不是啊 好的,那么我们主持角玩家这边的话 去连这两张顺偶进行都去顺,呃,末号位的好招啊 那么其实好招在这个位置上其实属于这种可中可反的武将啊 再加上好招作为一个八号位的这个位置 其实他也是能作为一个你孙号局的忠诚啊 那么如果是我的话啊,我会选择去盲这个二号位的蛮宠啊 因为毕竟蛮宠他,呃,不具备作为啊,孙号主公主的一个忠诚 而且啊,他在任何情况下啊,反贼的属性也是比较高啊 所以说,呃,主持角玩家起手会去打蛮宠会比较好一点啊 好的,那么我们三号位的这个假许是开大啊 直接把他的大招乱武开了之后,紧接着开南蛮入侵啊 那么这个乱武配合上这个南蛮入侵啊 那么他这个举动其实就很像忠诚啊 那么刚刚忘说了啊,二号位的这个蛮宠是一个大反贼啊 他是选择来进行翻我们的啊,好在我们手里是有牌,没有被他得逞 但是这个曹丕这边的话就让我们一翻一个损了啊 所以说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啊 好的,那么曹丕由于,呃,就是,呃,假许开大的时候,佐茨去杀他的啊 所以说这个,曹丕跳的是一个反贼 但是,佐茨这边其实他出杀的这个时候也有点,有点问题啊 你如果是忠诚的话,那么你可以明着去杀,呃,这个,马曹啊 没有必要去杀曹丕 因为曹丕这种肯定是,板上钉钉就是反贼,是不是 那么这边的话,佐茨这边化身张春华的觉醒,来开这张南蛮入侵啊 不是说开的没什么意思啊,只是说,那你作为一个忠诚的话 你刚刚乱舞初杀的时候,或者说你作为一个内奸啊,或者说忠诚的时候 你乱舞初杀的时候,你明知道曹丕是反贼,那么你那张杀明显就可以去打马曹 而没有必要去打曹丕,那么我们现在被曹丕放逐翻面的话,其实也是,也是比较伤啊 因为毕竟我们现在只剩下两张手牌,一旦后面的张让,或者说好招来给我们扒一下牌 那么我们的菌花是裸露出来,裸露出来之后的话,只要有一张杀,或者说有一张输出的牌 我们就是一刀两血,被人打的是非常疼的啊 好的,那么这边的话,佐茨这边是跳的是一个忠诚的举动啊 因为毕竟他也是很明显是不是啊,化身春哥的绝情,连着开2A,打死曹丕和蛮虫,是不是 那么这样子的话,马超这边的话是铁记这个,说说说杀贾徐,然后过拆这个张让,然后又去杀佐茨啊 所以说这个举动比较像内奸啊,那么我们看一下张让这边的话是杀好招啊 其实这个举动其实也比较像忠诚,或者说像其他啊,或者说像内奸,是不是 那么我们接下来啊,就来看一下这三个龟袜子到底会怎么跳啊 那么已经说明是啊,这个啊,佐茨这边起手跳的是一个比较中的这种举动啊 因为毕竟我刚刚也是说了,是不是 那么马超这边的话,他又是去杀这个张让,又是去动忠诚贾徐,又是去动忠诚佐茨啊 所以说,刚刚又是来乐我们啊,所以说这个家伙也是不像是什么好人啊 所以说,我们现在的话啊,关键性的是,时候一个天过啊,然后通过这个大的蚕食啊 通过诸葛连弩啊,来一锅,通过这个天锁连环啊,也是把这个张让给,直接打死 那么打死张让的同时啊,也是圣带把这把草也收了啊 这一把的话,其实这个乐不四属天过真的是很关键啊 那有时,有时候确实啊,你乐不四属或者说一个这个冰凉寸淡的天过啊,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好啊 我现在也是感觉啊,我们三国上现在天过的几率很高啊 无论说啊,无论说在这个活动场啊,活动场跟这个,跟一些boss打 还是说在2v2啊,或者说八人军争场啊,现在天过绿反,天过绿反就蛮高的啊 好的,那么我们来开始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最后一把录像 那么最后一把的话,我们是一个7号位的大反贼,主角玩家选择的是小敦啊 嗯,这个刘善起手啊,放拳啊,这个6号位的刘琪啊 嗯,非常信任他,那么刘琪这边去这个,呃,也是没有去问记拿,呃,这个刘善的牌啊 所以说刘琪起手跳的是一个忠诚,或者说是一个内奸的这个身份啊 因为毕竟他也是,嗯,拿了黄云英的手牌也是没有动啊,所以说这边可以给他标一个中程,或者说内奸的这个身份 那么2号位的黄云英啊,也是这个直接了当啊,决斗啊,杀小胖子啊,跳出是反贼的身份 然后,嗯,左磁这边的话是也是很明显啊,直接去大这个流下一滴血啊,那非常明显的日战 好的,那么我们主要看一下好招,那么主持者,玩家给的标题是什么,他和好招的配合 所以说好招这边应该也是一个反贼啊,也是一个队友 因为毕竟刚刚也标题就直接告诉,透露出啊,好招是一个反贼的身份 好的,那这样子的话啊,反贼的这个我们的队友才都出来了 也就是说好招,左磁,借黄云,借霞敦,我们主持者玩家是反贼 那么剩下的这三个人,公孙渊,刘琦,这个借关羽就是一个大坏人咯,是吧 那么这样子的话啊,这个我们主持者玩家的这个借下喉敦和好招 那么就有一定的配合量啊 好的,那么现在的话我们万事俱备啊,只欠什么 只欠清减把牌全部给光,通过好招的正骨 我们来回来给牌啊,那么有人说啊,好招和谁配合比较强 我可以告诉大家啊,好招和刘备和陶瑞配合的比较强 那么接下来应该就是通过过牌的话 第三个能跟好招能有强力过牌的,那就是我们的借下喉敦了,是吧 好的,那么这样子的话,关羽在这个位置开了一个五股封灯啊 那么我们这边的话通过这个五股封灯啊 因为这个五股封灯拿也是我们通过这个在摸牌阶段外获得的牌啊 所以说通过这个五股封灯拿的牌,然后我们倾简给出一波 然后这个南蛮入侵的话,主角玩家也是流泪手啊 直接就是流泪当杀,然后把牌全部分给好招 那这样子的话,这个我们牌确实是分光了 但是我的两员大将啊,我的两员强力队友是直接阵亡了 也就是说左皮和黄元英,提前撤离战场 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也是要伤害有日记 这个黄元英和左四还是有发挥的啊 好的,那么现在的话,我们这个,呃,好招已经是给我们阵鼓了 那么我们挂一个,挂两个,然后这个孔鹰既衰百算 那么我们孤身于清剑,是不是啊 这个,这样子的话,我们通过,呃,好招跟我们的,好招的阵鼓,我们的清剑 那么好招只要给我们发动阵鼓,那么我们就能触发清剑 然后通过我们的清剑把牌全部给好招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强有力的这个过牌就非常强大了 也就是说,他们主,现在是主中内三个人的过牌量啊 三个人的过牌量能赶得上我们两个人啊 也就是说,现在除了刘琪的这个藤江有一定的这个过牌量 黄这个刘善和关羽他们两个人的过牌量肯定是敌不过我们两个人的啊 所以说,呃,现在的这种情况下,只要好招不死啊 我们就有的打啊,就有的打 那么这边的话,刘琪啊,也只有,呃,藤江两轮 而且这边有古丁刀啊,刚刚我也是看到他,呃,上一轮啊,是名字有杀啊 你说,我们借下欧敦啊,领,领手牌,也就是说裸奔状态,你有古丁刀 你杀,杀我们,我们钢链两次,你,呃,你怕啊,我能这个,能理解 但是,你如果作为一个忠诚,好招肯定是要打的 所以说,他明着不去打我们,也不去打好招啊,所以说,这个刘琪应该是个内奸 那么,相对来说,关于这边啊,是非常积极啊,因为他打好招是非常非常积极的 因为打我们没有任何意义了啊 只有打好招打死,或者把好招打残的这种情况下,才能阻决啊,阻断我们和好招的这个配合啊 所以说,关于他的举动是非常积极啊,所以说,关于他的忠诚属性也是比较高 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通过清剑和好招的阵骨啊,我们来回刷牌子战 好的,给两张,其实我另一点可以把这些牌全部给他 那么当然,主持者玩家可能想着啊,他竟然把马车的方天给我们 又把杀给我们啊,所以说,那么我们也是没有这个全部给啊 那么,我们留着杀在这个配合上方天啊,也是至少啊,去打一刀流胜啊 也能这个多打一刀,有多打一刀的好处 因为毕竟通过好招一个人的输出啊,去打小胖子还是,火力还是有点不够的啊 好的,那么现在的话,这个关二爷的刀被撤了之后的话 嗯,好招也是比较好,也就比较舒服了 因为毕竟,这个,你强制抢一张牌就抢一张牌啊,毕竟没有人来骚扰我或者,或者来打我了啊 好的,那这样子的话,这个好招一个贴索,连换一个火红直接带走啊 啊,因为刚刚也说了,排队,桃子,该吃的啊 因为这个排队已经是123张了,也就是说现在的排队是重启的 就是说上一轮的桃子,该吃的,吃的都是差不多了啊 所以说,这个火攻下去啊,绝对是非死即残啊 就算关于手里还有一到两个桃子,好招有那么多牌啊 难道他就出不了一张杀和一张基本牌吗,是不是啊 好的,那么我们本期视频的话就到这里就结束了啊 那么结束之前啊,有两句话跟大家说一下啊 第一句话是啊,这个视频结束后方啊,有采纹的投稿邮箱啊 无论是online的这个老服啊,或者说十周年的新服啊 都可以啊,给采纹投稿,那么当然的话,如果是新服的投稿啊 十周年新服的投稿啊,在这个录像的这个备注上 或者说在邮件里面啊,稍微提示一下啊,这是新服的录像啊 这样子的话啊,我也是比较好整理啊,我也是比较好整理啊 好的,那么我们本期视频的话就到这里就结束了啊 那么我们青山不改,溺水长流 咱们下期再见,大家拜拜